退了烧 病却好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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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发烧的病治了 烧也退了才算好 混奶外开讲咯 我是你的老朋友 胡医师 遇到发烧的情况啊 大家都很怕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小孩发烧 所以我教你一个 简单的方法 手在这里摸一下 就在烧伤这个穴 向着这个地方这样子摸 就向外这样子推 就有帮助 可是别忘了 一定是大拇指 不是这一只指头 这个食指呢 这样子做 在外国人啊 他说这个叫做 修修修 跟我们台湾人讲 这个手在这脸上 这样摸一摸一摸 是一样的 叫修修修 讲不好意思啊 就讲这个意思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 最简单最简单的办法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啊 他带了女儿 以及孙女儿 一起出去玩 在南部的一个风景名胜啊 在那里呢 突然晚上小孩子发烧了 打个电话来 赶快求救 我说怎么了 他说就是小孩发烧了 这一下子 这外头根本就没办法 立刻找得到医生 这怎么办 教你一招 也没有任何的其他方法 放血这些都不可能 于是呢 我教他一个叫推天河水 用这个剑指啊 用剑指 在小朋友的这个手上呢 从大灵这个穴道 一直推到曲折这里啊 首先向着天花板的时候 从大灵到曲折这里 这样子推就行 这样推一下子啊 慢慢慢慢的小孩子烧就退了 果然很快的就退了烧以后 他高兴得个不得了 这次旅游也没有算是白去了 小孩子发烧啊 其实比较紧张 你看到他啊 假如是懒懒的 不想吃东西 也不想玩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带去看医生 假如他呢 还很活泼 那么吃也正常 然后玩也正常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无需特别紧张 那么只要用刚才讲的 想推天河水等等各种方式 那么他这个病情就可以改善了 其实发烧呢 你要知道 它是一种保护的机制啊 它是在帮你解决你的病 假如说你把病治好了 那个发烧就没事了 它是一个警报器 怎么样呢 表示说他生病了 你假如只是把它的烧给退掉的话 那么真的烧是退了 但是那个病菌或病毒 也就是引起病的那个主要原因 你没把它给弄掉就不行 这个发烧呢 它也可以杀死病菌 所以我们用发烧的方式 是杀死病菌 杀死病毒的一个很棒的方法 用这个烧热 用这个能量 来把那个病毒给杀死 所以我们中医呢 用什么方法呢 就用例如姜汤啊 或者是利用葱啊 或者豆豉啊 或者是麻黄汤 桂枝汤等等 各种方子 然后呢 让你能够出一点汗出来 那么例如说 红糖跟老姜 煮在一块 这个老姜红糖汤 或者叫生姜红糖汤 之类的名字啊 还有呢 就是姜屎汤 或者是葱屎汤 就是葱加豆豉 或者姜加豆豉 那么这些呢 都是最简单的方式 煮了以后 喝了它下去 你的身体就发热了 发热了 就启动了你的这个 散热系统出个汗 结果这个病情就好了 葱屎汤 姜屎汤 还有呢 甚至于 有的人就根本 就是喝一碗热西粥 他就可以出汗了 像我自己啊 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啊 我就把姜啊 葱啊等等这些 从泡台残子里面 拿出来敲碎一下子 弄个热开水 放进去 喝下去 也就让我解了 后来我学中医的时候呢 才知道 原来它就是有点 类似麻黄汤 桂枝汤等等 这些发汗的方法 那么后来 我就开始在研究 到底桂枝汤麻黄汤 为什么能够使你发汗呢 其实桂枝是发热的 它是让你身体发烧的 发得更热 你本来已经烧了 让你发得更热 那麻黄汤呢 里头也有桂枝 就让你的这个身体呢 发得更烧 发得更烧的时候呢 就让这个夏氏秋的 这个地方的散热系统呢 就开始启动了 于是呢 就流了汗 一流了汗 这个病情就好了 所以古时候的中国人 治这个感冒 其实是很简单 很方便的方法 就治好了 那么我自己啊 最常使用的 假如说我真的 这个时间也没有 西州可以吃 也没有麻黄汤 桂枝汤等等 来治这个病的时候 怎么办呢 好简单啊 喝一碗热开水 然后盖个被子 出点汗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洗个热水澡 然后呢 盖个被子 出点汗 那这个病情呢 就过去了 不要怕所谓的 烧坏了脑子 我们现在的人啊 之所以看到发烧 就怕 怕什么呢 就怕烧坏脑了 其实啊 你要知道啊 烧坏脑的原因呢 是因为那个病源 包括了病菌啊 病毒啊 它进入了脑里头 造成了所谓脑炎 或者脑脊髓膜炎 之类的 脑炎或脑脊髓膜炎 它不是发烧 造成烧坏脑子 而是因为病菌 或病毒进入脑里头 把脑细胞给破坏了 才把脑子弄坏了 并不是烧造成的问题 而是病菌病毒的问题 那这种情况呢 把脑里头的神经细胞 给烧坏了 这个时候 或者说是 不是烧坏 而是病毒感染到了 那个神经细胞 把那个神经细胞 给弄坏了 这个时候 才所谓烧坏了脑子 于是这个人 就好像笨笨的啦 或什么这样子啊 什么事情都不懂了 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呢 喝一点甘蔗汁 喝一点甘蔗汁就可以改善了这种发炎 那这种呢是把能量给怎么样呢 就是把这个热能给降下来 但是呢 它又有能量让你的身体每个细胞都充 都有了能量 结果呢细胞就火化了啊 就没事了 还有这梨子汁啊 梨子也可以把它给寄成汁 还有呢就是在菜场可以买到的那个碧棋啊 碧棋把它炸出汁来 也可以 这些都能够让这个烧很快的退掉 当个新手的妈妈或新手婆婆的时候啊 会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小孩子到底应该穿多少衣服 每次小孩子刚生下来 就是给他包的这个密不透风 就怕他受凉了 就怕他什么 其实啊你知道吗 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你要是给他这样搞的密不透风啊 流了汗而汗不能够完完全全发散的话就不行 所以呢人自己本身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就是让这个汗呢 透过体温把这个汗给蒸发 一蒸发了结果呢就凉下来了 可是万一你流汗流太多 这一凉下来就凉得过度 于是呢身体反而更不好 为了孩子好 不管是当婆婆的也好 当妈妈的也好 请你记住啊 不要太过度的给他穿多了 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就是怎么样来测出这个孩子 到底穿的衣服够不够多 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摸摸他的手心 他的手心呢是温暖的话 那么这就够了 那衣服就不必再更多了 好了手心变凉了 或者他有点点鼻子的声音了 或者会打个喷嚏了 这个时候表示凉了 你不就不可以不让他穿衣服 我分享一个很有趣的经验给大家 有的时候你感冒的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什么 打喷嚏对不对 那我小的时候 就是我小孩小的时候啊 我的这个岳母啊 照顾我小孩子 每次听到我小孩子打喷嚏了 马上就怎么样 在她头上这个地方 这样哈一哈 这哈一哈 我当时看到是觉得很难 我说怎么这样子 那么脏的嘴巴这个里头的东西 这个哈到这个小孩子头上 这不是让小孩子更生病吗 等到我学中医学针灸的时候才知道 哦原来头上这个地方有个穴 这个穴呢叫做上心穴 上心穴就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在这个法际啊 鼻子上的法际 大概一个拇指啊 从横纹到这个指尖这个长度 这个位置就叫做上心穴 在这个地方呢 给她用爱揪 可以让她的鼻子马上就好 不打喷嚏了 那么你用哈的话也是一个方法 除了这以外呢 还有就是你也可以用你的这个手 手心啊常常都是温暖的 你用手心呢 放在她的这个上心穴这个地方 让她温暖了 她也好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用什么 现在最方便的 就是暖暖包 你那个暖暖包呢 你不是只放在手心上 也可以直接放在小朋友的 这个这个上心穴这个地方 就能够让她不喷嚏了 这样子这个病情也好了 你知道吗 有的老年人他就不会发烧了 他就算是病菌病毒已经侵染了 他还不发烧 这样子这个病呢 就一直更进去更进去 所以你看老年人容易得所谓的 什么心肩炎呢 什么丝球体肾炎呢 之类的这个毛病 常常都是因为 他没有发那个烧 那个病菌呢 病毒呢 就已经进到了肾脏 进到心肩等等地方 然后让他生病 所以你应该 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庆幸自己会发烧 一个老年人他会发烧呢 他更该庆幸 我身体还算年轻 还算不错呢 是不是这样子 好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的节目吗 假如喜欢的话 记得按订阅 并且加上小铃铛哦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